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除了东北季风之外呢 最近在太平洋附近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除了圣帕和菲特之外 现在在关岛附近 又形成了一个热带新地期啊 不过因为它现在距离台湾 还蛮遥远的 大家并不用太过于担心 而我们现在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菲特台风了 因为它现在是逐渐在增强 而且暴风却也逐渐在扩大 所以预计最快在星期六星期天 它的外围环流 就会影响到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到时候呢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朋友 都是要多加留意的 那再来呢 就带大家来关心到 明天的降雨状况 因为现在开始呢 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都会开始下起短暂震雨 尤其是在桃园 以北级宜兰地区 这个下雨的情况 会更加的明显 而且呢降雨的几率 都会来到60%到70% 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下雨的时间 还可能会维持一整天哦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白天天气都还算是蛮不错的 要注意的就是 在山区都会有午后雷震雨了 而至于在温度的变化上面 现在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啊不只是 这个早晚的温度会是比较低 就连白天也都是比较有凉意的 那明天在北部地区的低温 只剩下了21度 中部23度 南部24度 而东半部地区也只剩下了21度 所以提醒大家 早晚出门还是要多加件衣服 而且可以多多补充温水 让身体保暖一点才不容易感冒了 接着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1到27度 降雨几率是10%到70 中部地区温度是23到31度 降雨几率是0到10% 南部地区温度是24到32度 降雨几率是0到10%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 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都要注意 会有短暂震雨的情形 而且这个温度也会下降个3到4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早晚出门 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 千万别感冒了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我们下期再见